早安 然後我們今天是第四天 我們現在呢 又來到甲板上 在船尾這裡 昨天沒有走到這個天空步道 我們現在來走這個天空步道 它這裡就是有可以看到下面的 一個玻璃的可以走的地方 這樣子 然後這裡就是船尾的地方了 然後下面有泳石 是可以一邊看著海一邊泡 然後做日光浴的 現在這裡很多人 因為今天的航行比較遠一點 所以大家都來健身房再運動 媽媽也是 現在這裡很多人 因為今天的航行比較遠一點 好 那我們剛剛吃完早餐 然後去運動 去健身房運動一下之後呢 然後我們現在12點左右 我們終於抵達了 我們今天要停靠的 就是卡達的首都 杜哈這裡 然後我們今天下床會去幾個景點 像是這裡當地的市集 然後還會去一個文化村 然後還會去杜哈這邊最大的一個人工島 珍珠島 好 那我們就準備去吃午餐 然後之後下船 我們現在到卡達路 好 然後我們現在出了海關的 不要逼這個卡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已經入卡達了 在杜哈這裡 然後我們剛剛那個 進到卡達的時候 然後它就有一個水族館這樣子 超酷的 對 YES 哈哈哈哈 範圍比較大 所以的話 那我們整個行程會 海鮮的話 基本上都是單地產的 在海裡面補牢的 這些海產品 車來到的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 是十方坡坡的路這個的話 我們叫它外交道 我們現在在卡達的第一站 然後第一站呢 我們來到他們這邊的文化村 文化村的人 他也有清真寺啊 然後還有一些建築 建築 好 那我們現在呢 進來清真寺這裡 然後會有人幫我們 綁好圖子啊 然後還有朝山這樣 然後現在進去了 我們現在在文化村的裡面 我們現在在文化村的裡面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圓形的劇場 然後我們現在就在圓形劇場的人 我們現在就在圓形劇場的人 就是在圓形劇場的一個島 然後在它這邊啊 這個島就是 對我以前看到的這一片 然後它這邊居住的人 大部分是歐美的 過來這邊買房子這樣 因為在卡達其他地區 是避免許其他國家的人 過來這邊買房子的 只有在珍珠島這邊是可以的 然後它這個島啊 就是一個港口 然後它有一些小漁船啊 在這邊這樣 它以前這邊是殘捕地的 然後現在已經沒有殘捕地 就是有一些像是 墓啊 逛街的地方啊 然後還有一些餐廳啊之類的 市場有香薰市場有香料市場 然後還有陰筍 我們現在來到他們這裡的市場 然後它這裡有賣很多東西 像是吃的啊 然後地毯啊 還有他們這裡當地的一些野藻花之類的東西 都有在賣 然後它這個市場很大 有一千多個攤位 很大很大 這裡也必須要的駱駝 可以試乘的 然後還有這裡也有綠子 現在我們再走去我們的房間 現在我們再走去我們的房間 然後它這個電梯啊 就是前中後都各有六台 可是因為大家下船又上來的地方都是同樣的地方 所以那時候就會很多人擠在那一區的電梯 然後我們就會都搭不到 然後它這裡的房間又有夠多了 所以我們就走很遠走到船頭去搭電梯 然後再走回來到船尾我們的房間這裡 然後在郵輪上啊 都會有一個主題的穿著的Party這樣子 然後今天就是剛好是白色之夜 大家很多都是穿著有白色的衣服在身上 媽媽也是上半身是白色的 我們現在在他們這個另外一個劇場 在船頭的劇場這裡 然後它這裡就是有兩層樓 剛剛我媽跟大姨呢 他們都說他們之前去的 坐過其他的郵輪 你們說你們坐過其他的郵輪怎麼樣 那個因為是比較劇場式的 比較像里郎一樣這樣子 集中在一起 我媽媽也說呢 就是之前像是白老會的劇場這樣 那麼誇張 這個就是比較小一點 然後我們這附口的這個呢 它就是比較小一點 然後可是這裡就是不用特別去穿洋 或者是特別的打扮就可以進來了 這樣算是比較可舊一點吧 都各有優趣一點 所以我們要看著它 溫度了 是跟住人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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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